用声音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哈喽我是兼职一凡 早咖啡正在招募实习生和全职的节目监制 欢迎你加入我们 一起来发现有洞察有意思的商业科技话题 具体的联系方式可以在节目的文案中找到 现在先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7月24号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由于和电影公司流媒体平台的谈判破裂 美国当地时间7月13号 好莱坞演员工会组织Sag Alftar宣布 从当天深夜开始正式进行大罢工 所有的成员立即放下所有工作 加入此前美国编剧协会WGA 已经坚持了两个多月的罢工阵线 Sag Alftar是好莱坞最重要的工会组织之一 他们旗下拥有16万名的会员 从汤姆库鲁兹到安德里纳朱莉 再到梅里尔斯特里普 詹尼佛劳伦斯等等 可以说大部分我们熟悉的好莱坞一线明星 都是这个工会的会员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是好莱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 有可能导致美国电视剧和电影制作的完全停滞 而上一次好莱坞演员和编剧们的联合抗争 还是在1960年 那时的美国总统还是约翰·肯尼迪 时隔63年之后 为什么今天的好莱坞的演员和编剧们 又重新站在了一起 这场双重罢工正在给好莱坞 带来怎样的直接影响 我们今天的清洁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阿里发布2023财年成绩单 更新合伙人名单 7月21号阿里巴巴发布了2023财年的财报 在截至三月底的一年时间里 阿里的营收大约是8700亿元 同比增长了2% 但是净利润则增长接近40% 从各个业务来看 淘宝 贴猫 河马 依然是贡献营收最多的业务板块 但是交易额增速放缓 营收下滑 云计算业务的收入也正在放缓 相比之下 菜鸟和国际业务的增长更加亮眼 菜鸟集团在上一个财年 实现了21%的营收增长 在阿里各大业务集团中增速最高 作为有希望最早独立上市的业务之一 菜鸟也在上个月表示 将会推出自营快递业务 菜鸟集团的CEO万林 也首次进入了阿里集团合伙人名单 这次成为合伙人的 还有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的CEO蒋凡 包括了ZADA 宿卖通等业务在内的 国际数字商业集团 在2023财年的营收增速仅次于菜鸟 蒋凡本人还担任了 淘宝贴猫和菜鸟另外两大业务集团的董事 奈雪开放加盟依旧坚持大电模式 7月20号奈雪的茶正式开放了加盟 目前奈雪的茶已经在全国接近100个城市 开出了超过1200家直营门店 下一阶段他们将通过合伙人计划 加速市场拓展和品牌覆盖 根据奈雪的合伙人政策 加盟门店的面积要在90到170平方米的范围之内 开一家加盟店的投资预算 至少需要98万元 相比于喜茶加盟店40到50平方米的门店面积 和40万左右的投资预算 奈雪的加盟依然想要走大电模式 而且奈雪对加盟商在资金储备 运营经验和商业背景上 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希望能够吸引到优质的加盟商 奈雪计划在今年新开600家门店 而去年开放加盟的喜茶 已经在今年上半年开出了1000家门店 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了 奈雪全部的门店数量规模 根据界面新闻的分析 大电模式很难获得和喜茶一样的扩张效率 而且奈雪开放加盟的目的 就是拓展下沉市场 在各大品牌都在加速拓电的情况下 优质的加盟商已经不多 奈雪设置的高门槛 会把大部分加盟商排除在外 根据第一财经7月19号的报道 新东方注册成立了一家新的子公司 叫做新东方文旅 随后两天新东方宣布 将会从溯源地旅游 文化旅游切入到文旅产业的载道 目前新东方已经在甘肃 浙江 新疆等地 设立分公司 发布了多条旅游线路 早在2020年 新东方就投资过一家旅游内容平台 来开发盐雪课程相关的内容 于敏红也曾经在直播间表示 新东方想要培养出一批能够讲课的导游 东方甄选去年年底开设的子账号 看世界 已经有了接近300万的粉丝 在全国各地直播的同时 销售当地的特色商品 于敏红此前表示 作为直播电商平台 东方甄选是有天花板的 海通证券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个月 东方甄选的观看人次和成交额 和去年下半年相比都有所下降 界面新闻认为 新东方选择文旅赛道 作为新的增长曲线 在于文旅赛道市场规模足够大 而且文旅经济也正在逐步回暖 上海网约车运力饱和 暂停办理网约车证 7月21号 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宣布 将会暂停受理网约车 营运能力的核查业务 从9月开始 暂停受理网约车的 运输证核发业务 通告还表示 目前上海市大约有7.6万辆 具有车辆运输证的网约车 暂停办理 不会对市民出行造成较大的影响 我们节目在6月的时候也提到过 长沙和三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暂停了当地网约车运输证的办理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在10天前发布的报告也显示 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网约车 每天完成的订单量 大约是13单 深圳的行业运力与需求 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 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 今年6月 全国的网约车订单量是7.63亿单 和21年同期相比增长了9% 但是车辆和司机的增长速度更快 其中网约车驾驶员证的发放量 增长了66% 车辆运输证更是增长超过了八成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 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块来关注一下 此时此刻 大洋彼岸正在进行的 好莱坞大罢工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 如果你正在急切地等待着 新一季的怪奇物语 最后生还者 或者是白莲花度假村的话 那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 你要失望了 因为这些剧集的主创们 都集体放下了自己手边的工作 正在与成千上万名的 好莱坞演员和编剧们一起 进行这一场60多年以来 规模最大的行业罢工 这次罢工参与谈判的有三方 分别是代表着超过16万好莱坞演员 录音师和其他媒体从业者的 联合工会 全称是美国演员工会 与电视广播艺术家联合会 另一方是代表着 一万多名好莱坞编剧和网络作家的联盟 WGA 也就是美国编剧工会 他们从5月初以来 就因为不能和奈飞 迪士尼等等公司 就加薪等问题达成协议 进行了罢工 而这次罢工的第三方 就是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 AMPDP 他们代表了迪士尼和派拉盟 等等主要的电影公司 以及奈飞和亚马逊 等等流媒体巨头 每隔几年 演员工会 都是要和代表着资方的 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 来谈劳动合同 上一份合同是2020年谈好的 在今年6月底到期 所以需要再次谈判 受之前美国编剧工会 罢工事件的影响 演员工会非常振奋 他们拿出了一份 比往年长三倍的新合同 要求影视公司提高待遇 然而资方对于这些要求 不予理会 他们说这些诉求都是 异想天开 不可能实现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 三方都没有重返谈判桌的迹象 这场历史性的双重罢工 很可能会让好莱坞陷入 全面的瘫痪 根据娱乐行业媒体 Variety的梳理 目前罢工造成的直接影响 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大多数原定于 今年9月推出新一季的剧集 可能会推迟 比如说怪奇物语 和使女的故事等等 电影因为制作 一般需要两到三年 因此直接影响有限 但是正在制作的电影 可能会受到停工的影响 比如说 阿凡达三 阿凡达四 以及《角斗士》 续集等等 预计后续 还会有更多计划中的影片 将被搁置 另外 今夜秀等等脱口秀节目 也进入了停顿状态 与此同时 有线电视网 和流媒体平台 接下来将会更加依赖 真人秀 和其他非剧本节目 其次不少的影视作品的 宣发活动 也正在被影响 根据罢工指南 罢工期间成员将 无法参加首映试 不能对已经完成的作品 接受采访 无法在社交媒体上宣传项目 也不能参加颁奖典礼 或者是电影节 那这个暑期最受期待的 几部院线电影 都受到了影响 比如说奥本海默的几位主演 在首映里 刚刚开始前 就匆匆离开 真人版巴比的演员们 也都提前结束了宣传活动 另外即将举行的爱美奖 和威尼斯电影节 等等重要的活动 也很有可能 不会有任何明星的亮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参加罢工的 大部分编剧和演员们 放弃了自己这段时间的 主动收入之外 许多在美国娱乐行业工作的人 包括电工 餐饮承办人 布警师和群众演员的收入 也都受到了影响 洛杉矶不少电影院 餐厅和美发店等等 和好莱坞西西相关的实体 也正在遭受着连带打击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考虑通货膨胀等等因素 仅在加州罢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每天就接近3000万美元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场双重罢工 演员和编剧们的诉求 都有哪些呢 流媒体的出现 不仅重塑了 人们消费影视剧的方式 也给从业者 带来了复杂的就业局面 为了降低制作成本 流媒体时代需要更快的制作节奏 电视剧每季的集数也越来越少 这使得编剧和演员们的薪水 都在随之降低 根据编剧工会WGA的统计 在前流媒体时代 一位编剧每年大约工作42周 差不多是10个半月 但是当流媒体成为主流之后 他们每年平均工作时间 只有20到25周 而一部流媒体剧作的工作周期 甚至还不到20周 需要频繁寻找工作机会的状态 也导致编剧们的创作越来越零工化 另外根据BBC的报道 虽然好莱坞一线明星的表演 还是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 但是大多数职业演员 只能靠基本的演出报酬过活 在拥有16万会员的演员工会当中 只有15%的人 年收入能够达到26000美元 约合18万人民币 而这个收入标准 是他们获得健康保险的前提 演员工会的主席Fran Jasher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的首要任务之一 是提高流媒体模式下的基本待遇 影视从业者需要拥有一个 即使不成为明星 也能生存的工作世界 而资方代表则表示 他们可以接受的改变是 在现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基础上 扩大报销覆盖范围 和可享受的福利条件 诉求之二 从流媒体平台 获得更高的重播版权费 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 演员和编剧们的工作 只有一次报酬 但在美国前总统 也是曾经的演员工会成员之一 罗纳德·里根的领导下 好莱坞演员和编剧们 在1960年 也就是上一次的联合把工当中 成功获得了重播版权费 无论你参与的影视作品 是在哪里重播 主要演员编剧们 都能够根据重播的收益 得到固定的分成 在有线电视的全盛时期 热门节目几乎不间断地重播 意味着编剧和演员们 可以持续地获得 巨额重播版权费 比如老友记的主演 他们在剧集上映后的几十年里 仍然可以每年获得 上千万美元的重播版权费 但是奈飞和呼噜等等 流媒体的迅速崛起 颠覆了这一现实 观众可以在任意时间 点播想看的内容 而不是等着电视台的播放 于是重播这个概念 在流媒体世界中被模糊了 根据美国演员工会的官网介绍 目前流媒体给演员的 所谓重播分成比例 并不是根据实际的播放量 而是依照最初支付给演员的金额 以及流媒体平台拥有的 订阅者数量来综合计算的 也就是说由于分成 和节目实际观看量无关 所以就算一部作品大获成功 演职人员的收入也不会显著增加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有大量的演员和编剧们都表示 他们的重播版权收入在急剧下降 甚至很多时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变化正在摧毁他们的生计 曾经获得爱美奖提名 在This is Us 我们这一天这部剧当中 扮演女主角的Manny Moore表示 作为这部热播剧 与呼噜签订协议的回报 她曾经收到过一分到81枚分不等的支票 工会希望流媒体平台 用播放量来代替重播 当一部剧的播放量达到某个数量之后 就给演员支付重播版权费 而影视公司和流媒体的代表则表示 平台无法支付这么多的费用 并且播放量属于商业机密 不能公开具体情况 尽管无数的科幻大片都已经警告了 人工智能的危险 但是他们却没有预料到 它会导致好莱坞几十年来的首次重大罢工 在演员工会和制片公司谈判的时候 就举出了一些让演员们深感担忧的例子 今年好莱坞老牌明星哈里森·福特 继续单纲主演的夺宝奇兵舞《大火》 片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使福特整整年轻了40岁 另外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当中 钢铁侠、美国队长、黑寡妇等等角色 都通过AI技术实现了不同年龄段和外貌的变化 但是制片方是否有权采集和使用演员的这些数据 知识产权该属于谁 演员们能否从自己的数字人表演中获得收益 这些关键问题到现在都没有答案 工会希望通过在未来的合同中 添加知情同意来保护成员 避免因为不受监管地使用人工智能 而造成收入的损失 某些类型的AI使用必须予以披露和补偿 但资方的代表认为 电影公司只需要支付演员当天的工作报酬 他们的肖像就可以在电影当中被反复复制 与演员的担忧比较相似 编剧们同样担心制片和平台公司 为了节省开支 会用人工智能、海量炮制剧本内容 有编剧对媒体表示 我们不想让自己辛辛苦苦写的剧本 养肥了人工智能 我们也不想去修改他们混乱的初稿 当我们的任何工作成果 被用于训练AI的时候 我们需要确保能够得到良好的补偿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分析 由于当前的流媒体正在从追求增长 向追求利润转变 当影视公司和平台都在纷纷缩减成本的时候 谈判的空间不容乐观 这次的罢工有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年底 甚至更长 而长时间的大罢工 或许也会促使流媒体平台 将更多的制作转向海外 以进一步的降低制作成本 减少对好莱坞演员和编剧们的依赖 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 你会如何看待影片当中的数字人呢 当你喜欢的演员不再亲自表演 而是用人工智能来代替时 这样的改变会影响你的观影体验吗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亦凡 声音设计Jack 实习生亏亏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